大家好 我是Maha老师 今天跟大家聊 退休金怎么领最SMART 你知道你的退休月薪有多少钱吗 其实退休金这个议题 大家都很关心 可是像我们这种夹新竹 上有老下有小 我们常常为了孩子的子女教育金 就忘了自己存退休金这件事了 因为在现实面中 我们常常会面临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多余的钱 根据 退休金协会跟SMART支付月刊 还有业者一起推出的 台湾2020退休理财规划调查 35岁到60岁的人 有97%的民众 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退休金 远高于过去只有40-50%的比例 另外我们从业者推出的 好想退这个退休金专案中 有发现有高达3万人开户 其中有45%的人定期定额买两档基金 而且整个平均的定期定额金额高达了4700元 代表大家对纯退休金这件事越来越重视了 在这份调查中 其实有60%的人希望按月领回退休金 就是月领退休凤的概念 针对大家期待用领月退缝的方式 我在这边特别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未来的老保退休金 你到底要怎么领才会最划算 这里其实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大家其实现在会很担心 老保会破产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万一他破产了我赶快一次去领光 我觉得这件事大家不用太担心 毕竟老保改革正在进行中 我们应该给政府一点点的时间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会有两笔退休金 第一笔 就是我们每个月上班薪水扣的老保的保费 这是第一笔的退休金 就是老保的老人年金 另外第二笔就是雇主 每个月帮我们提拨6%的 劳退新制的退休金 针对这两笔钱我分享一下 我觉得怎么样领最smart 第一个针对老保老人年金的部分 我建议大家采取月领的方式 就是所谓活到老领到老 也符合前面 大家想要月领退休凤的目的 以我为案例 假设我是领月退凤 活到87岁 我total可以领到的金额是744万元 比我一次领只能领到229万 关于这个金额的数字 大家可以到moneybar网站 或是劳保的退休金网站去试算 大家可能会担心说 万一我没有活这么长 我还没有领到229万 我可能就先离开了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这笔钱是不是被政府赚走了 没有 剩下的钱他会给你的小孩 你的家人领回 另外一笔 你劳退心智的 就是企业帮你提拨那6% 我会建议大家一次就把它领完 一次领完的关系是在于 第一个你退休之后 你手中有一大笔钱 这样你的退休生活 会过得比较愉悦 第二个部分是 你可以找大概是5-7%的 投资报酬率的投资商品 那你一年可能就会有 10-14万的投资收益 那你就等于是每个月 又帮自己加薪了1万元 为什么薪资不要月领呢 主要是因为大家退休之后 如果你一次可以拿到一大笔钱 你的退休生活会比较踏实一点 而且月领跟一次领的总金额的差额 其实你们看那个表格中 你会发现差异不是很大 我反而会建议你 可以这一笔钱一次领一大笔出来 然后自己去找适合的投资商品 那其实大家可以再回算一下 你自己退休之后到底需要多少的退休金 我建议大家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计算 以我为例假设我退休后 希望我每个月还是有6万块来生活 那我一年是不是就需要72万 那你就想一下说假设你60岁退休 你估计你大概可以活到80岁 那你这样是不是72万乘上20年 你大概需要1440万 那我们大概再计算一下通膨好了 反正我们就估算大概需要存到1500万的退休金 那你如果发现你从政府领到的钱 不管你是用年金或是一次领 都低于这个钱的部分 你就要开始自存退休金 补足中间的差额 我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想办法 慢慢的挤出一点钱来开始存了 其实存退休金的方式有很多 欢迎你如果有其他的做法 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 本集的重点 重点一 根据2020台湾退休理财规划大调查 有97%的民众开始规划退休金这件事 重点二 政府有两笔退休金 一笔是劳保老年金 一笔是劳退薪 只建议劳保老年金月领 劳退薪制一次领光 重点三 存退休金现在开始最重要 多存一元也是开始存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的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会把每天最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播到你的手机里 错过了也没关系 到Light Today的理财栏目中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 理了才知道 每天跟你分享一则超实用的理财资讯 我们明天见